在看完了生词和短语之后 下面我们来钻研一下24课的课文 看课文之前 咱们先看看这个题目 题目很有趣 叫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这个Skeleton就骷髅骨架的意思 这个Copboard翻译成壁橱 什么叫壁橱呢 就是墙上有着一个门 打开之后里面是柜子 但是门跟墙在同一个平面 陷到墙里面的这个壁橱 叫Copboard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短语 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但是我们不翻译成贵中的骷髅 而翻译成不可外扬的家丑 这是个习语 不可外扬的家丑 每个家里面可能都有那么一点 糗事不愿意 让他人知道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个家丑这是一个英式的版本 在美国有个对应版本 叫做A Skeleton in the Closet 也行 因为在美国这个壁橱 一般要换成closet 所以当时相应的这个变化 相应的这习语也变成这个 我们再读一下后面这个壁橱 先读第一个 Copboard 不要都Copboard 不这么多 在那边 Copboard 好 再读一下美式这个壁橱 closet 但是读快之后后面这个t失去爆破了 就是把手间顶住 closet 手间顶住 我们再读一下 A Skeleton in the Closet 好 这是不可外扬的家丑 有的时候也变成更简单的一个版本 A Family Skeleton 也是家丑 意思一样的 我们再来面 A Family Skeleton 注意Family 读快了之后中间那个a依然不发音 不要读Family Family 是Fam Fam 后面那个a听不到了 再来面 Family Family 好 读一下这段语 A Family Skeleton A Family Skeleton 好记了 不可外扬的家丑 但是我们可以顺便再记一些习语 还有个搭配叫家丑外扬 或者叫自爆家丑了 就是求事让别人知道 第一个搭配叫 Wash once dirty linen 叫做自爆家丑 或者家丑外扬 都行 这个叫什么呢 叫洗某人的脏内衣 这个Linen 在当代英语中可以表达雅麻布的意思 这个到了我们第四册的第三课 Met or Man 我们跟李老师会学到 未来的四册里面有 但是在古文中这个Linen 是表示内衣的意思 因为这个洗衣是古代传下来的 洗某人的脏内衣 你要这脏内衣在家里盆里洗还行 到了马路中间 注意 你看我内衣脏不脏 你看这内裤 上面还有蹦的屎花 来看看来 这多脏啊 在马路当家洗脏内衣 自爆家丑了 有这么意思 很形象 还有我们说这Air once dirty laundry 有类似的含义 也是叫家丑外扬了 或者自爆家丑 这个Air在这做动词 就亮晒的意思 这个laundry就是衣服脏衣服了 dirty一修饰就更脏了 叫亮脏衣服 你说衣服洗干净 白衬衣挂的外边还可以 你脏了巴唧的 你可以都亮到外边 脏衣服亮到外边 也是家丑外扬了 或者自爆家丑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你看这句话 The divorce has meant washing their dirty linen 或 airing their dirty laundry in court 这次离婚就导致了 两个人在法庭上自爆家丑 或者是家丑外扬了 注意这个mean 国际分子ment 它是多一词 在这不是意味着 这个事已经发生了 怎么能够意味着呢 可以表示导致致死事某事发生 这是多一词 这次离婚的divorce has meant 意味着什么呢 两个人in court 在法庭上自爆家丑了 后面用东名词做mean 这个词的变运 就是两个人都为了多分财产 指责对方的博士的 老公说老婆你 这贱网友 老婆说老公你 你包二奶 那两个人自爆家丑了 就用这个搭配 这跟家丑相关的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用的比较多 好 下面咱们看第一段 第一句话说 We often read in novels How a seemingly respectable person or family has some terrible secret which has been concealed from strangers for years 我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句子比较长 但我们看到句子主干特别短 就We often read in novels 我们经常在小说中读到 注意这个in novels 画横线的部分是这里的地点状语 在哪里读 在小说中读到 是地点状语 这个read是个集乌动词 在这就加冰语了 冰语在哪呢 冰语就是how引导 一直到剧末的黄颜色的句子 这是做read它的冰语总句 但注意它跟前面动词相分隔了 为什么呢 因为冰语太长 状语太短了 状语只有两个字 in novels 冰语 是一个常常的冰语总句 李老师以前多次说过 大家还记得吗 在集乌动词后 如果冰语长状语短 一般来说 状语放到冰语前面去 为了避免头重矫情 这个地方再次看到了 所以how引导冰语从句 做read的冰语 读到什么呢 how a seemingly respectful person family 如何这么一个表面上 比较体面的人或家庭 表面上表示其实并不体面 怎么样呢 有某一个非常可怕的秘密 注意这个some 跟了单数名词 发现的某一个不是一些了 有某个可怕的秘密 什么秘密 这个画横线的协体字 一直到剧末 明显是定语从句 修饰前面的secret 牵套在how引导冰语从句 那一层的定语从句 修饰这个secret 什么秘密呢 这个秘密像陌生人 隐瞒了很多年 就说明这个人或家庭 并不体面 有这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在这儿注意一下 we often read novels 在小说中读到 李老师说了 这个novel是可数名词 所以在小说中用的是in novels 但如果用fiction呢 就等于in fiction 因为它不可数 你不信 咱们比较一下 请看文章的第十行 这篇文章第十行 咱们一块看 it is all very well for such things to occur in fiction 注意fiction在这儿 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它不能加s 这个相应程序 你会为了替换时 还得注意可数不可数的变化 所以替换 你得有英语基本功才可以 好 看编语从句里边 How a seemingly respectable person or family 如何一个表面体面的人或家庭 怎么样 has some terrible secret 我们再次强调这个some 老师多次说过 这个some 如果修饰不可数名词 直接翻译成一些 像some water 有一些水 但some修饰可数名词 要具具体情况来分析了 some修饰可数名词复数 是翻译成一些 some people是一些人 如果跟一个可数名词的单数 得翻译成某一个 some person是某个人 如果some修饰这个数量词 比如some 100 people 就得翻译成大概有多少 some 100 people 就大约是100人 所以some好多意思 表示一些 表示某一个 甚至表示大概其 这是他后面 跟的名词搭配不同 而变化 在这里面 后面跟的是单数 可数名词secret 所以刚好翻译成 某一个可怕的秘密 再看例子 some person at the door is asking to see 怎么翻译呢 门口有个人 找您 想见您 门口有个人 谁呢我不知道 某一个人 some person 不能说一些人了 person是单数 跟本文中 some secret 表达是类似的 然后呢 有一个可怕的秘密 这个秘密 他们向陌生人 隐瞒了很多年了 这个地方用的是 现在完成时 就一直到现在 之前呢 都是向别人隐瞒的 注意 be concealed 加借词是from 咱们词后中讲过了 像陌生人 stranger嘛 隐瞒了很多年了 在这儿我们可以把它 换成hide 那么be concealed 刚好换成 be which has been hidden from strangers for years hide hide hidden 过去分词 读快的是hidden hidden 嗯嗯嗯 鼻腔爆破 舌头不动了 hidden from strangers for years 这个也行 这句话中 句式结构 特别值得咱们借鉴 就是为了句式平衡 壮于前置 并于后置 里面细节 也特别多 我们看能不能跟老师 把这句话复述一遍 我们经常在小说中读到 一个看似体面的人 或者是一个家庭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cernive personal family 有某一个terrible secret 而这个秘密 向陌生人隐瞒很多年 that has been concealed from strangers for years 咱们复述一遍 我们经常读到 我们一起来 we often read in novels how a seemingly respectable how a seemingly respectable person or family 怎么样呢 has some terrible secret 大家对应从句 which has been concealed from strangers for years 咱们完整的来一遍 不中断 we often read in novels how a seemingly respectable person or family has some terrible secret which has been concealed from strangers for years 不白复述 咱们造个句子 我们常常在报纸上会读到 一个表面上很体面的 这么一个名流 一个名人 名人 咱们以前说过 可以用名词personality 咱们在21课 丹尼尔·门多萨讲过 我们再读一遍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这个名人是如何因为 偷税漏税而被起诉的 被起诉 因为某事起诉 可以叫be charged with 被什么起诉 这个漏税偷税 这个名词可叫tax evasion evasion叫躲避逃避的意思 我们读一下这段语 tax evasion tax evasion 躲避逃避 而这个行为 他们对公众 就是the public 已经隐瞒了很多年了 向公众隐瞒了很多年了 咱们看看这个该怎么组织 我们常常在报纸上会读到 读到后面整个都是做读的宾语 但在报纸上是壮语 我们可以先说这个短的 这个在报纸里面 然后表面体面的名人 表面体面就是seemily respectable 名人personality 然后我们说如何因为偷税漏税而被起诉的 他被起诉就be charged with with being 刚好是tax evasion 而这个偷税漏税行为 他们的公众隐瞒了很多年 咱们中文中在这儿是个并列句 但英语中可以用定义从句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末尾刚好是be charged with tax evasion 而这个行为就是避税行为嘛 他们向公众隐瞒很多年 是不是可以用定义从句 然后呢被向公众隐瞒很多年 不就好了吗 刚好用tax evasion 一方面呢 这个是在前面句子末尾 所以二来呢可以当 我们定义从句里边 关系带着指定他当主语 指代他当主语就好了 咱们试试看 We often read in newspapers how a 体面的 seemingly respectable personality 怎么样呢 was charged with tax evasion 而这个行为 which had been concealed from the public 像公众 很多年了 for years 这个句子我们保证地道 肯定没问题了 只不过注意 这个被起诉是一般过去事 是过去的事 那么这个隐瞒呢 就得用过去完成事 had been 时态跟本文中略有一个小的变化 因为起诉是发生过的事 相应的后面倒退成过去完成事 也是状欲前置 how引导 并于从句后置 然后刚好呢 用定义从句修饰前面tax evasion 避免在里边再出现并列句 比较啰嗦了 好 这是好句子 第一句话 我们看到这